里面瑞拉反对派领导员瓜伊多,据立透社报道,周三,里面瑞拉反对派领导员瓜伊多指定的队属,抵达哥斯达里加,更控制了委内瑞拉罗哥斯达里加动使馆,此事就引发了哥斯达里加政府的批评。 据报道,瓜伊多派罗哥斯达里加的代表瓦利亚·法里亚,周三早些时候和其团队担任了大使馆,法里亚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,我们来到大使馆推进过度进程。 高办公室表示,法里亚正在与一个审计师和法律顾佣团队合作,以确保有序过度,目前尚不清楚他的团队是如何进入对使馆的。 哥斯达里加总统卡瑞斯·阿尔瓦拉多哥斯达里加总统卡瑞斯·阿尔瓦拉多,与加瑞拉多拉丁美洲和欧洲等国家承认关多磊委内瑞拉的临时总统。 2月15日,哥斯达里加总统卡瑞斯·阿尔瓦拉多哥斯达里加总统卡瑞斯·阿尔瓦拉多个对表历史篇的时间离开该国。 虽然承认共一多个对表霍鲁尔瓦拉是北势马罗的合法罢使,但是哥斯达里加外交部承认批评他在截至日期前占领办使馆,预表示交发送外交通彻塔ル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,对于哥斯达里加总统是不可接受的。 因为他随害了国际社会 尤其是国际法中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基本外交规范 总统内瑞拉外交部长郝朗赫阿伦瓦萨 对罗总统的外交部长郝朗赫阿伦瓦萨 也批评了此举 他在推特上写道 这是一群贼 今天早上 一群的声音进入了委内瑞拉州哥斯巴林街大使馆的总部 该国政府必须执行外交关系公布 并保证人们的设施的正常运作和人员安全 随着消息的传编 一有30名反对马杜磊的委内瑞拉人聚集在队使馆外 要求马杜磊的代表团赶紧离开